来我们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我们说28条边非联通无相图至少有多少个顶点 像这样考虑我们是比较难考虑的 而我们这道题是需要反向来思考顶点与边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N个顶点的联通无相图最多有多少条边 当是你是两个顶点的时候很明显只能有一条边对吧 当你有三个的时候是不是三条边啊 当你有四个的时候是不是 中间还有两条一共是六条边 那么当你是N个顶点的时候 你是不是N个顶点每一个都连向了其他的N减一个 然后这个对应关系它是有重复的 因为任意两个顶点之间有一个是从这边考虑的 有一个是反向考虑的 也就是每一条边你都多考虑了一遍 最后除以一个二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律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知道N个顶点的联通无相图最多的边数是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选项的边数来写出来 当N等于7的时候是不是边数有21条 N等于8的时候边数是不是28条 直接通过公式就可以写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这道题的一个正式的顺序来看一下 非联通想要攻破这个问题 是不是需要在现有的那么多顶点之外再加一个顶点 不需要加额外的边 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一个非联通的功效 我们利用了一个顶点的最小代价是不是就实现了 好28条边 我们看到当N等于8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得到了128条边 所以说在左边的联通图之中 你是不是8个顶点 28条边 你是不是就已经实现了 这个要求 然后我们这里这个额外的顶点 用于实现这个非联通的这个要求 那么一共加起来是不是9个顶点 实现了题干的一个要求 好 那么我们这道题选的是一个C选项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 好